在河南开封曾发生一件神秘的外星人事件 1990年的一个深夜 整个河南省都目睹诡异的火球从天而降 现场只留下神秘的白色碎片 许多人猜测碎片与外星人有关 更有甚者还看到了两米高的外星人 那么开封是否真的出现过外星人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本期《八荒奇文录》就带你去了解一下这个故事 故事要从开封式的一件离奇的事情说起 在1990年6月23号深夜 时任派出所副所长的徐晓进正在房间里看电视 此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轰隆的雷鸣声 只见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球 在空中划过一道诡异的弧线后消失不见 老徐连忙召集人手顺着火球消失的方向 寻找坠落地点 终于在砖桥街24号院发现了火球 打开门发现院子里一片狼藉 树枝被砸断 地也被砸出一个大坑 顺着坑洞看去是 老徐瞬间打了个冷战 只见坑中安静的躺着一个白色的碎片 老徐上前将碎片拿了起来 碎片很轻摸起来还凉嗖嗖的 他当时就怀疑碎片可能是飞机一落下来的 可航空部门明确表示当晚并未有飞机经过开封 这件事发生之后引起了开封市人民的广泛关注 人们都猜测这件事与外星人有关 毕竟当晚的火球不止老徐一个人看到了 可以说整个开封市的人都看到了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有人却说这件事肯定与外星人有关 他又为何能确定外星人的存在 原来他就是张卫民 原UFO研究协会的资深会员 在得知开封市公安局保留外星人的碎片后 他就表示想带碎片回去做化验 确定碎片的成分 然而最终的化验结果并不理想 因为碎片的成分并不属于已知的化学成分 按理说得到这个结果应该高兴才是 不属于地球上的东西 那不就是外星人的吗 虽然张卫民也想这样想 可毕竟地球上未知的事情太多了 说不定这个碎片只是地球上未知的元素 他猜测会不会是航天器的碎片 随即又否定了这个猜想 因为航天器的碎片掉落在地上后 绝不会处于冰凉的状态 再三思索之下 他带着神秘碎片来到了 专门做材料分析的教授这里 经过分析 教授表示这材料属于铝镁合金 人类完全能造出来 但张卫民认为人能造出来 外星人也能造出来 只是这件事传出去后 外人都觉得他是魔争了 可随后发生的一件恐怖事情 再次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神秘碎片的第一落点就是刑志军刑志祥兄弟的家里 当时两兄弟还在庆幸火球 只是砸倒了一棵树 没有人员上网 然而第二年 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刑志祥在国民五场上班的时候 突然感觉身体十分的不舒服 五场的工长发现了刑志祥的一样 连忙带着几个人用担架把他抬到了医院 医院的医生看到了刑志祥病重的样子 当即把他拉到了急救室里抢救 可无论怎么检查都找不到他的病因 最终努力了一番之后 医生们也只是无奈地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了 刑志军顿时崩溃了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一向身体健壮的哥哥 怎么突然间一病不起了 可医生只是告诉他可以准备后事了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刑志祥只能等死的时候 一个星期后 他居然奇迹般地康复了 这件事就连张卫东都有些诧异 他也曾去看望过病重的刑志祥 当时刑志祥奄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 看着像是随时都会死去 可再次见到刑志祥时 他却表现得精神抖擞 就跟从未得过病一样 那么刑志祥的病到底是怎么好的 张卫东开始还以为是医院治好的 可刑志祥却表示并不是 他清晰地记得住院的时候 有两个人来过医院 在这两人来过之后 他的病情就有所好转 那么这两个神秘出现的人究竟是谁呢 在张卫东的连番追问下 刑志祥才说出了实情 不久前 在他意识朦胧时 突然看到一阵绿光闪烁 绿光消失之后 病床前就多了两个身高两米左右 身穿白衣 脸色灰白 明显不是人类的物种 刑志祥只看了一眼就要喊出声 然而那两个人告诉刑志祥 只要跟他们走 身体就可以完全恢复 刑志祥战战兢兢地说 还有事情没有做完 等把事情做完了就跟他们一起走 那两个人也没有强求的 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确定两个人走了之后 刑志祥才放下心来 这时 他才发现身体居然已经恢复如常了 张卫东听完之后 大为震惊 原本他对事情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可以想到刑志祥只是一个老实的工人 应该不能准确描述出外星人的样貌 而且刑志祥的身体确实也恢复了 既然如此张卫东断定 神秘碎片必定是外星人遗留下来的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在开封神秘事件过去16年后 这件事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当初保存下来的神秘碎片 被航空部门的朱专家拿去化验 然而化验得出来的结果和当年一致 朱专家表示这种东西 在航空部门很容易见到 就是普通的铝合金材料 其主要成分就是铝 除了铝以外第二多的材料就是煤 那么其中会不会存在未知的元素 朱专家对此更是嗤之以鼻 也为经过碎片材料的逐一对照 他在现有的材料手册中 找到了成分相同的材料 他还表示碎片也没有放射性 如果碎片没有放射性 邢志祥又为何突然病重 由于邢志祥早已离世 不能从他的口中得知当年的情况 但当年治疗过邢志祥的罗医生 却记得很清楚 当时邢志祥医疗诊断为脑出血 总共治疗了一百多天 直到痊愈之后才出院的 那么邢志祥为何要说是外星人帮他治好的呢 原来邢志祥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 而医院的医生也是穿着白大褂 他就错把医生当做了外星人 由此诸专家断言 开封室的神秘事件与外星人并无关系 但张卫东并不认同 他提出极点疑问 专家只说了神秘碎片的材料型号 却不直接说是航空器材上哪个部位的碎片 还有为什么碎片刚刚落地后 捡到的人都说它摸起来冰凉 可这件事毕竟过去了十几年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没人能解释得清楚 关于开封神秘外星人的故事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